在上個星期日走上街頭 只是換來一個所謂的對不起 對此我們是表達一個強烈的譴責 林鄭月娥是完全漠視 以百萬計二百萬市民所提出的五大訴求 撤回惡法 停止濫暴檢控 收回暴動定義 林鄭下台 其實這些訴求 我們都講得非常清晰 我離開了監獄 去到第二天 我完全猜不到 我在監房裏面 看著電視直播 二百萬人的人山人海 去要求政府撤回惡法 在林鄭月娥 三十多四十個小時之後 她的唯一回應 只是表示自協 這個自協既不真誠 更加是相當虛偽 我們必須指出 林鄭月娥已經是為香港政府 造成一個全面的管治危機 問責下台 撤回惡法 停止檢控 還有必須收回暴動定義 這個是她在電視上面 是很清楚地說明的 所以就著這個事件 就著林鄭特首的回應 我們都只能夠說 我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 無論是民主派 還是更加多的示威者 將會有更加多不同的行動 是向政府施壓 到底林鄭特首 是要搓妥香港人多少的歲月 是去死鵝撐飯蓋 這個問題 她必須要回應 面對著G20的峰會 和中美貿易戰的問題 林鄭月娥 莫視訴求 200萬人上街 視若無睹 只是會令到進一步 中國、北京政府 在國際上面 面對著更加龐大的輿論譴責 我們強烈譴責 警隊和特區政府 是為了射傷 甚至是想射殺我們的示威者 才去製造這個所謂暴動出來 我們都很清楚了 那天的示威是大致上是非常和平 而特區政府和警隊 不斷在說這個示威是暴動 目的就是嘗試去合理化 他們種種非常之過分的武力 包括是用橡膠子彈 射向人群的頭部 包括是將催淚煙投入去建築物 例如是中信大廈裡面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是致命的武力來的 而警隊為何要將它稱為一個暴動呢 其實就是一個政治的舉動 是要服務他們開槍的政治需要 所以並不是因為有人有暴力衝突才會有暴動發生 而是因為警察要開槍 要射傷甚至射殺示威者 他們才裂造一個暴動出來 這也是他們為何會進到醫院 去搜捕一些傷者 因為他們害怕如果那個傷者不是被控暴動罪 而是一個和平的示威者 他們是去開槍 他們用武力對待示威者的合理性 就蕩然無存 所以他們一定是會追捕任何一個受到傷害 包括是槍傷的示威者 我們在這裡是嚴正去譴責這種定性 譴責這個搜捕的行為 以及希望各位傳媒行家都可以幫忙 要鄭若驊律政司司長承諾 日後是不會檢控這些示威者 不會以暴動去去檢控他們 我想各位完成了記者招投會都可以直接找鄭若驊 因為他到現在是潛水的 所有東西都是特首和警隊出來承擔 但是拘捕了示威者是否去檢控 這個絕對是律政司的責任 所以都希望各位去找鄭若驊 問他會不會是絕對不會檢控這些示威者 另外近日政府的言論都是嘗試在分化我們的香港人 一邊在這裡說只有一小撮人暴動 其他人是一個和平的集結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了 暴動並不是少數幾個人個別的行為 而是屬於一個集結的性質 所以無論是警隊或射特首 不斷地在這裡分化香港人 我想跟香港人說 我們大家是要團結 無論是在整個運動當中受傷和被捕的朋友 我們都要盡我們百分百的努力去支援他們 無論是我們的人道基金還是各種情緒上面的支援 我很希望香港人 二百萬人七百萬人都為這群受傷和被捕的朋友 我們一起去支持他們 另外有一點補充的就是 在剛才林鄭月娥的記者招待會裏面 是多不同的記者是問到 譬如是有一些沒有號碼的警員 他們是用一些不合理不合比例的武力的時候 市民應該怎樣投訴 林鄭月娥就只是重複懂得答一句 就是我們已經有一些現存的投訴機制 市民如果有不滿有不明白 都是可以去問可以去投訴 其實這個是非常之不合理 也都完全沒有回應到 市民是究竟可以怎樣去處理 或者投訴這些不合比例的武力 因為我們看回其實兩年前 有一位朋友就是社民連的吳文遠 他在警車裏面是被涉嫌 懷疑是被警員用過度的武力去毆打 然後其實他是有 後來是有去到警察投訴 科去到投訴的 但這件事事隔兩年 是去到今天2019年 都是未得到處理 其實這些機制究竟對於市民來說 有多有用呢 就是上次一輛警車幾個警員的一件事 都可以用成一兩年都未處理到 甚至都未交到去監警會 今次涉及幾千甚至成萬個警察 涉及幾千幾萬個示威者 那又要處理多久呢 是不是處理到都 林鄭都未都再不是特首都未投訴完都未處理完呢 其實這一方面是完全答不到市民的疑問的 那所以今天其實林鄭這個記者會 在多方面呢 有開和沒有開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他在 就是道歉 他除了道歉之外 其實他都是沒有答過其他東西 他所謂的誠懇 所謂的真誠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真誠這樣見到香港市民的訴求 就只是不斷去重複 去答一些他稿上面寫了的東西 我們是結完 也都完全見不到他是有意和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年青人同行 總括來說呢 林鄭月娥 她在電視講話那裏說 公然有組織被發動暴動 這一個的說法是必須立即收回 而在立法會裏面 亦都是當目之急 是去成立專責委員會 是去調查6月12日 當日警方的血腥鎮壓清場 在未來的日子 我相信將會有更加多的行動出現 而林鄭特首她那個這麼垃圾的記者會 相信只是會繼續激起香港人的民怨 200萬人的遊行都不作任何退讓 換來的只是令到它的管治威信 當然無存 也都是令到整個的政府體系 將會是面對國際社會 以及是本地民怨更加之大的壓力 我會說幾句話 有些人被判斷 這會 result in certain apologize that is not sincere at all 我們發現 香港人 只有7萬人 2萬人 香港人 都加入了 甚至我 在駕駛 一些工序的工序 的工序 甚至是 沒有人 不在意義 政治人士 都不在意義 事業 都不在意義 而言 她不是不理會 現在 她不在意義 我會說 這時間是 是時候 要讓 某些人 學習 是 在未來 更多的行動 我不會知道 某些政治 某些人 某些人 Xi Jinping during the chaos of the trade war. No matter what happen, Hong Kong people will continue our fight. Even Karen Lam ignore our request. Rally and action is the way out until withdraw defining our protests as riot and continue. We will urge to withdraw the extradition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only way out is Karen Lam should step down. It's time for her to enjoy her retired life and end her political career. And also, we urge the government stop dividing Hong Kong people and retreat all the charges that they may impose on the arrested people. For us, no matter you are injured or arrested, no matter in the front line or back line of the protesters for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movement, we are all together and we are united. So, no matter you are injured or arrested, the rest of us who have marched down or all of our Hong Kong citizens will stand by your side and won't abandon you. So, we hope that you do not feel isolated and the rest of Hong Kong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 will support you all. And also, for the Secretary of Justice, Theresa Chen, we urge her to promise not to press charges on the protesters because the categorization of riots was a political one and an unfair, unjust one. So, we hope that all the press should go after her and ask her whether she will promise she will not press any charges on the protesters. Thank you. So, let's repeat again. Let's repeat again. 首先, 首先,我們對於林正月兒她的記者交代會只是盜竊感到非常憤怒, 我們嚴重地譴責這種不符責任的態度。 示威者的诉求是很清楚的 首先我们要完全撤回这个疑案 我们要警方停止去守部示威者 我们要警方和律政师停止去部 还有检控所有的示威者 还有收回暴动的定性 然后还有对于警方的暴力要尽力的撤撤 这五个诉求我们民间或者是民主派 或者是所有出来游行的人都表达得非常清楚 但林郑月娥选择了冲而不闻 对于警方的暴力我们也是严重的谴责 而我们觉得警方他用暴动去说6月12号的整个示威 其实是要满足他们要开枪 他们要射中示威者头部的这种武力 所以不是因为示威者有冲击才会有暴动 是警方需要射示威者 他们才说这是暴动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去医院去守部示威者 因为他们要将所有伤者都说成是暴徒 他们才有一个所谓的基础 去对他们用这些致命的武力 所以我们严厉的谴责这种政治的操作 然后我们也希望各位是去问 律政司司长郑月娥 去看他会不会去对这些被逮捕的 尤其是暴动罪的我们的示威者提出检控 我们在这里严厉的要求他承诺不要对所有在示威中的示威者 被捕的示威者尤其是被以暴动罪去捕的示威者提出任何的检控 现在开始可以记者又发问 警方是去手持枪械 用橡胶子弹是去射击市民的头部 这件事当我坐牢的时候 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个画面 真的令我非常震惊 我没想过居然香港的警方 是会将三十年前天安门屠城那一套 是去搬来香港 唯一的分别只是将由实弹改成橡胶子弹 是去射击枪击我们的示威者 面对着极之无理的做法 警方的濫捕和暴力对待 香港众志和民主派 以及很多反对修例的香港人 无论是我们开会的讨论 以至到网上的讨论 其实大家都是陆续酝酿着 是在未来的一两个礼拜里面 会有更加多的行动 这些的行动是要去证明 我们在这一次抗争抗命里面的决心 而我相信政府如果在200万人游行之后 不作任何回应的话 是将会继续令到社会 只是被迫面对更加之严峻的代价 这些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我们在这次抗争抗命里面的决心 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决心 就是我们在这次抗争抗鼻子 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决心 其实我们在这次抗争抗命里面的决心 如果我们现在让我们初次抗争抗命里面的决心 的確是我們知道在網上是有一些死線要求政府去回應 我們相信其實在今天星期二的時候 政府作出一個這麼嚴厲的回應的時候 到底他們知不知道很多沒有任何組織、團體、一些自發的市民 其實都是已經定了這個星期四的死線 在未來兩天裡面如果政府不選擇去懸崖立馬的時候 是不是再次要迫使香港人採取任何的抗爭、抗命行動 或其實在未來兩天政府是願意去懸崖立馬呢 其實難以理解今天的記者會是跟星期日晚遊行都未完所宣布的聲明 其實說的內容基本上是同出一切 如果星期日晚和星期二晚說的內容是一模一樣 到底今天記者會 勞思動眾要求記者採訪的原因是什麼呢 而到底一個根本的問題 其實林鄭月娥是在警察開催淚彈、用橡膠子彈之前 她是否知識和同意到今天都可能是一個謎 所以我們知道有網民提出星期四的死線 而今天是星期二 在明天到底林鄭政府會否懸崖立馬 而潛水已久的鄭月娥會怎樣回應 亦都是相當關鍵 如果 Carrie Lam退任,誰會選擇她的位置 你認為任何其他選擇的選擇會做得更好嗎 不論誰是由北京成為主席 有疑問她或她會只能成為主席的民主主席 當然,爭取自由選擇是我們要求在長期的長期 However, in the short run, what we ask for is urge Carrie Lam to withdraw on how he recognized last week's protests as riots is totally unreasonable at all. What we ask for is just protect the basic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our hometown. What we mean is even fight for free election is the long-term battle. After two million Hong Kong citizens joined the rally, people try to voice out and show our anger. If Carrie Lam do not respect on it, she need to pay her price. Actually,民主派的議員也都跟民間人權陣線,其實在之前的記者會都有提到,都會有一些行動的討論或者是醞釀的. 我想今次的抗爭跟過去,可能我們年輕人有全程投入過的反國教或者是雨傘運動,性質的確是有不同的. 尤其是6月12號大家都知道,其實整個的行動的確是非常自發,也都沒有一個很指定的核心團體去發思號令. 而我們希望傳達一個清楚的訊息給本地以及國際社會,就是其實林鄭月娥不願意作任何讓步,五項訴求裡面,一項訴求都完全沒有接納過,然後是200萬人上街圓無物,到底這個管治危機要持續多久呢? 更加大的問題是,其實林鄭月娥的管治危機已經成為一個對於習近平,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在國際間的一個政治炸彈,到底這個情況要延續多久,是不是要延續到主權移交,22周年七一呢? 這一個問題,我相信林鄭月娥要以自己心思。 我相信林鄭月娥要以自己心思。 我們會有更多的議題,但如果Carrie Lam不斷擾我們的要求, 它會有更多人加入不同的行動、爭議和示威。 這些人類的活動和自主動的行動可能會有某些 trend,在接下來幾個星期內。 還有其他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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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謝謝! 謝謝!